我是一个一旦聊起来工作 就会把感情放在一边的人 他可能就觉得 我们俩既然是兄弟 就应该在工作上 我应该多照顾照顾他 就是给别人不一样的待遇 我觉得如果我工作上 涉及太多的感情 他会束缚着我 就让我无法好好地专心地工作 因为我们以后如果进了公司 也是需要就是说 就严格地遵守公司的各种制度 你们俩将来会去同一个公司吗 就是有可能会 因为我们俩就是一块面的公司 我突然明白了 你们为什么一块来 懂了还会有未来的这样一个困扰 需要现在解决 如果现在不解决以后 它还是个事 就是我感觉如果现在连这种 跟他这么关系好的一个朋友 事情在职场上都处理不好 如果以后要是面对 关系一般的同事的话 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们 好 第一环节到这里呢 我们的两位青苏人 青苏的也差不多了 来 二位顺着我手的方向 看过去 支持红方小罗的 是徐磊 库尔特 郭兰和赵小夜 而支持青苏人蓝方小王的 是段东和王雅云 红方人数占优 我改一下他了 好 郭兰要更改一下 改成了蓝方 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我们首先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二环节 不土不快 来 先要来问郭兰一个问题 刚才为什么在第一环节的最后 临时换牌换颜色了 我为什么改了牌子 因为我觉得可能小王的心里更脆弱一点 我想稍微给他一些支持 也是图情分 郭妈妈上线 就是甚至一些小小的建议 因为其实在刚才听的过程中 我一直都笑了好几次 因为我觉得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两位还不是一个职场人 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还没有进入职场 如果等到他真正到职场的时候 可能会改观一点 因为我觉得本质上小王是努力的 但他可能缺少方法和方向 我觉得在这里面稍微给他打打气 但是你这种行为 从内心当中 其实你就是没有瞧得起小王 对不对 你说你用的什么 说是比较脆弱 而且过来 而且是你犯了跟小罗一样的错误 就是用人情战胜了理智 对 因为我觉得他脆弱 所以我应该照顾他 他们已经成为师徒关系了 而且有上下级的关系 已经是进入职场 因为他们挣了工资了 我为什么支持小王 我觉得不是他的问题 因为他刚进入职场 而他已经进入职场一段时间了 再作为一个上级来讲 我觉得有四个标准 第一个告诉你目标 我到这来对你的要求是什么 第二我是有教练 我要告诉你方法 一二三是什么 第三我是能承担 出了问题以后 我能承担责任 但是你在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 说老板说的 老板说的 所以什么都是老板说的 其实你对公司 你的岗位的责任 没有承担 承担了兄弟责任 但是没承担一个好主管的责任 你是个好上级 但是不是称赞的主管 第四就是讲诚分明 有时候长技术 是需要讲诚的 正确的动作 需要奖励 错误的动作 需要惩罚让你疼 你才能记得住 但是段老师 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 对自己的成长负责 你看我们的小王 第一句话说的什么 说我是初学者 我犯错误是正常的 对 对不对 这个很可怕 这是特别可怕的 第二个是什么 当他的领导 去检查他工作的时候 他马上说什么 你是在防着我 对 你不能检查我工作 你对我不信任 我觉得当时我已经做的 已经算是也比较熟练了 所以没必要就是因为 之前我犯的那一次错 而后面就是一直怕我出错 然后不敢放开让我做其他的事 你不觉得他是在保护你吗 如果你再犯几次错 老板可能就让你没有这份工作 对啊 就是你可以用同样一件事情 你可以用挑剔的眼光 去看待你的主管 也可以用感恩的眼光 去看待你主管 但你选择了挑剔 我想说啊 作为一个领导 不管你管一个人 还是管一万个人 其实有的时候 你要告诉员工 我的这个动作是为什么 你不说 其实他们可能会 真的会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来我特别想请教你 你平时工作的时候 你会去检查你下手的工作吗 我会啊 肯定会啊 那你会每次都会跟他讲说 我为什么会检查吗 我不会每次都说的 对啊 但是他只要一次说就可以 我一次说就可以了 对 一次说就可以 对啊 那你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 就如果检查工作的时候 或者这个指导下手 是应该这么做 首先你们要摆正 你们两个的位置 你们原来是同学 现在换了角色了 你也是一样 对吧 就是小王过度地依赖 他的同学 因为你们是兄弟 因为你依赖他 那其实你们应该 保持一个敬畏心 就是上下级的 这样的一种尊重 其实你们之间是没有的 因为首先从你这来讲 你是完全没有 对领导的尊重和认可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都是觉得 我这是我兄弟 他他应该怎么样 没有那么多应该 那如果要说 小罗也 也是把自己真的 当成一个领导了 提携下属 肯定下属 培养下属 在发现下属 有进步的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认可 我觉得这也是领导 应该做的一件事 我是支持兰了 后面这个就是 关于领导的技术 领导的技巧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 在职场中 除了人品之外 我们讲两件事 第一是职业技能 第二是常识 我觉得这两件事 是并存的 我觉得小罗的问题 实在职业技能上 是不足的 管理方法 管理技巧上 肯定是不足的 但是我现在觉得 就是小王的问题 更大 是因为他的常识有问题 什么是常识 就是我犯了错 我承担责任 我犯了错 我必须要认识 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 我不能替公司觉得说 这个错没关系 还有一个可怕的是说 他在那个解冻面包 这件事上 然后既然公司 是有制度的 他没有遵守制度 然后他就是做这件事 然后他还想去跟老板 去争辩 我觉得这个东西 在我看来 就是职场员工 很重要的地方就可控 我觉得他也不可控 其实对于他 对于他 都是在新人的岗位上 如何去快速地适应工作 很明显 他不会当这个店长 对 他不会领导下属 他也不知道 一个真正的新人 应该怎么做 我记得特别详细 他们俩的对话 我最开始是支持谁 我是支持我们这个小罗的 因为我觉得 他的职业化呀 执行力呀 都做得很好 我一直支持他 但是后面我换成了 我们小王 为什么转换 很简单 就是那你今天是一个店长 管理者的角色 只是新管理者 那就说明今天发生的一切 其实你要为你招募的员工 培养他要负责的 对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他提到了 面包加量的事 面包加量 其实你做的是什么 你做的是风险把控 不要超量 否则的话 库存产生影响 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是什么 也许我们试一试 可以带来销量 他前面都带来了 所以他相信可以 可是当有一天天气意外的时候 出现老板在街上被罚 这个时候就是你承担责任的时候 为什么 首先呢 他做预判失误了 你是店长 店长是要连带的 而且你要跟老板说的是 前两天我们预判是什么 这次确实多了 你要先把这个事让老板知道 你们有过前提的经验 同时再跟他说 咱们下一次先看看天气 因为这个事我个人觉得 就我也有没有做到位的地儿 这叫领导者 对 就比方说他解冻这件事 你知不知道 有没有阻拦过呢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我不跟他上班 然后我第二天来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 前一天是他解冻的 然后解冻有点多 不是 你这样一表述就是问题了 如果说一个店长是管理 所有的进货出货的标准 即使你不来上班 你是要让他把明天的预估量 告诉你 你要确认的 店长都要有这个角色 我认为这个角色